带来关注美国总统大选 随着要求美国总统拜登 结束连任竞选的呼声日益高涨 众议院少数党领袖 杰弗里斯11号在计较会上 没有直接的回应 是否支持拜登退出竞选 称民主党内部的讨论还在进行 另外有美国前国会议员兼主持人 11号表示 拜登总统的竞选团队认为 要求拜登退出 2024年总统大选的呼声越来越高 而背后的主使者正是前总统奥巴马 另外据报道 好莱坞演员克鲁尼 在发布劝退拜登文章之前 也曾经和奥巴马讨论过 前国会众议员 微软全国我们公司主持人 斯卡布勒11号的节目中称 为让观众了解幕后发生的事情 总统拜登的竞选团队 和许多民主党的官员确实相信 前总统奥巴马正在幕后 悄悄策划让拜登退选这件事情 他还提到拜登对他任奥巴马副手时期 无论是奥巴马团队的工作人员 还是遭希拉里排泥等方面的遭遇 深感不满 红绘山报指好莱坞的演员 乔治克鲁尼是拜登和奥巴马重要的支持者 他周三在纽约时报发表了 呼吁拜登退选的文章 引发极大的关注 据报道奥巴马事先与克鲁尼 讨论了这篇评论文章 但据称奥巴马并没有鼓励克鲁尼 或劝阻他反对拜登 另据知情人士透露 拜登的竞选官员 试图干预以阻止这篇文章的发布 而自拜登两周前的被人中表现不佳 面临退选的呼声持续增加 奥巴马的前助手 一直是拜登最尖锐的批评者 另一方面 华尔街日报指 克鲁尼呼吁拜登退选的文章 打破了一线支持者的沉默 加入了国会议员和知名捐赠者 反对拜登竞选连任的行列 据悉 克鲁尼上个月在好莱坞 为拜登的竞选活动 筹集了3000多万美元 拜登竞选团队目前正在反击克鲁尼 消息人士则称 克鲁尼在活动上只拍了照就离开 而拜登则是待了三个多小时 另外也有拜登的长期支持者认为 他赞同克鲁尼文章中提到的说法 凤凰卫视 杨平俊 李战青 如果相机报道